这是一个曾经取得全球年度票房冠军的电影系列 被视为《外星人入侵地球》这一主题的代表性作品 除了激烈的对抗、热血的空战 它还给观众展示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大家好,我是顿剑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的是《独立日》系列电影 我们先快速了解一下这个系列两部电影的剧情更改 第一部《独立日》电影的故事 发生在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20多年以后 一艘直近550公里的外星人太空母舰突然靠近地球 随后太空母舰释放了30多艘飞船停留在全球各大城市的上空 一位工程师发现 这些外星人飞船正利用人类的卫星进行秘密通讯 他们准备同时发动袭击 危机时刻 他联系上了美国总统 并和总统一起撤离到了神秘的51区 在撤离期间 外星人发动攻击 美国各大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人类派出战斗机 反击停留在城市上空的外星人飞船 但不管是导弹还是原子弹 外星人飞船的能量保护罩都能一一化解 之后工程师和一位飞行员 驾驶着51区里停放的一架 几十年前捕获的外星战斗机 携带着一颗原子弹 潜入到外星人的太空母舰 他们首先植入电脑病毒 干扰外星飞船的能量保护罩 然后又在太空母舰内释放原子弹 将其炸毁 在全球空军的合作下 人类最终取得了胜利 现在来看独立日二 卷土重来的剧情 故事发生在第一部电影的20年以后 第二支外星人舰队 在收到了上一部电影中 外星人舰队的求救信号后 卷土重来 这支外星人舰队的太空母舰更加巨大 此时的人类也因为破解了 外星人遗留在地球上的设备 而掌握了外星人的各种高科技 建立了从土星卫星 一直到地球表面的多条防御线 但这些防御设施都被外星人轻松突破 还直接派出等离子钻 试图钻透地壳和地蔓 赶在外星人舰队入侵地球之前 一个外星的球形电子人 通过虫洞匆匆赶来 在后来的交流中 他告诉人类 入侵地球的外星人 目标是直接抽取地球核心的熔岩 用来当作能源 随后人类利用球形电子人的信号 把外星人的女王引诱到一片岩田 再对她的飞船展开攻击 但飞船坠毁后 女王安然无恙 最后依靠破坏她的能量保护罩 从背后展开攻击 才消灭了女王 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好的 基本剧情就讲完了 《独立日》上映于1996年 是当年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 虽然一炮二红 但并没有马上拍续集 直到20年以后的2016年 《独立日2》才上映 但这部续集并没有延续 第一部在商业上的成功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他们的文明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 这是一个让科幻迷们 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 《独立日》系列 使用电影的表现手法 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下面我们就通过 整理这个系列两部电影中的细节 分析出入侵地球的 这种外星人的文明发展水平 首先来看外星人的科技发展水平 通过电影的剧情 我们可以推测 他们至少具有了以下这些能力 第一是控制引力的能力 对于这一点 我们通过《独立日2》开场时 女总统读的演讲词就可以知道 在后来外星人攻击地球时 他们控制引力 让地面上的人和汽车 甚至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就更能直观地看到 在当今的物理学界 引力是最神秘的基本力 虽然300年前 牛顿就提出了万有引力 100年前爱因斯坦就提出了 引力源自时空的弯曲 但至今引力仍然是横梗在 理论物理学界一条有待跨越的鸿沟 要谈控制引力更是一种幻想 《独立日》系列中的外星人 能够控制引力 这说明他们在理论物理的研究上 至少领先现在的人类一个时代 第二种能力是 制造并穿越虫洞的能力 在《独立日2》中 那个试图帮助人类抵抗侵略的 球形外星人 就是通过虫洞匆赶来地球的 虽然电影中没有更多的描述 入侵地球的外星人 是通过何种技术 进行星距旅行到达地球的 但鉴于球形电子人 是自己种族的唯一幸存者 这种入侵地球的外星人 已经征服了他的母星 我们有理由相信 外星人入侵者最起码和球形电子人 所代表的文明的科技水平 处于同一等级 甚至等级应该更高 因此球形电子人 能够制造并穿越虫洞 这种外星人入侵者也应该可以 第三种能力是 建造巨型飞船的能力 根据电影的剧情 外星人的飞行器主要有三种 母舰、飞船和战斗机 每艘母舰上搭载了 至少几十艘飞船 和至少数百万架战斗机 在第一部《独立日》中 外星人的母舰直径由550公里 体积大概是月球的四分之一 而《独立日》中的外星人母舰更大 直径超过3000英里 换算成我们习惯的公里数 那就是超过4800公里 我们知道月球的直径 也不到3500公里 也就是说 这种外星人掌握了 打造一艘比月球还大的飞船 并可以驱动它 前往宇宙中任何一个位置的能力 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 第四种能力是打造超世代武器的能力 这些超世代武器包括 在第一部中就大显神威的 能够轻易毁掉一座大厦 一片街区的激光武器 在第一部中就展示的 能够轻易抵挡人类原子弹攻击的能量保护罩 以及在第二部中 人类从外星人遗留的技术中学习到的 具有极强攻击力的等离子炸弹等等 除此之外 它们还拥有一种可钻透地壳的等离子钻 这些超世代的高科技 让它们在入侵地球时 对人类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再了解了外星人的科技水平 我们再来看这种外星文明使用的能源水平 根据《独立热2》中球形电子人的讲述 外星人之所以入侵地球 是为了抽取地球核心的熔岩 以便为他们的飞船提供能源 为他们科技的发展提供动力 这种外星入侵者使用这种方式 已经毁灭过无数的文明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星球核心的熔岩 是这种外星人的主要能源形式 那为什么熔岩可以成为一种能源呢 我们要从地球的内部结构说起 地球的固体全层从外道里分别是 地壳、地慢、外核、内核 大体上地壳和内核都是固体物质组成的 地慢是由熔岩、液体、固体 构成的粘稠物质组成的 而外核是由液态物质组成的 里面只有熔岩 一个被很多人接受的观点是 正因为外核中熔岩的对流 才形成了地球磁场 使用熔岩的热能 人类也可以发电 但还有一种理论认为 外核熔岩的威力远不止如此 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 里面的放射性元素非常集中 它的衰变或者核裂变 不但形成了地球磁场 还为火山甚至大陆板块运动提供了能量 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理 我们可能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并不是宇宙中的任何一个星球内部都有熔岩 判断一个星球内部是否有丰富的熔岩 可以首先看它是不是一颗固态星球 然后再看它是不是拥有全球性的比较强的磁场 最后看它有没有板块运动 如果真按这个标准寻找 在太阳系只剩下地球符合条件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独立日系列的外星人 在到达地球之前 一路经过了土星火星月球等等星球 却都无动于衷 非得直奔地球而来 因为地球太特别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外星侵略者 已经毁灭过无数的文明 因为内核拥有丰富熔岩的星球 既是固态的 又有全球磁场 还有板块运动 这些条件一综合 就有很大的概率能孕育生命 孕育文明 外星侵略者要抽取一颗星球内部的熔岩 就一定会与那个星球的文明冲突 这事关生死存亡 因此说到底 独立日理的外星人 虽然要的是熔岩 但本质上使用的能源可能是核能 而且是核裂变能 跟我们今天的核电站一样 只是根据电影剧情 除了核裂变 他们对核聚变技术也非常精通 战斗机里都配备了核聚变驱动器 说完了这种外星文明使用的能源 再来看他们的组织结构 在电影中 这种富有侵略性的外星人 社会结构和蜜蜂是类似的 他们的每艘母舰上 都有一个体型庞大的女王 她就像是蜂群中的蜂王 在她手下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外星人 他们就像是蜂群中的攻蜂 整支舰队的一切指挥权都在女王那里 我们可以把这种组织结构 称为蜂王中心制 但蜂王中心制 只是针对单个舰队而言的 这种富有侵略性的外星人 是有很多舰队的 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的蜂王 这么多的蜂王之间 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电影中没有说明 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两点 一 第二部的外星人女王 在收到第一部外星人 发射的求救信号后 勃然大怒 然后马上杀向了地球 二 如果一个舰队的女王被杀死 舰队的所有普通外星人 就会被其他舰队的女王召回 可见这种外星人的女王之间 应该是以某种形式团结在一起的 一种可能的团结方式是部落制 按照《独立日2》的剧情 外星人母舰内自带了一整套生态系统 里面甚至有耕地 也就是说 整个舰队内部 实际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 就像是一个部落 他们就像人类古代的游牧部落一样 通常情况下 每个部落都是独自行动的 但一旦碰到强有力的对手 或者遭遇危险 这些部落就会联合起来相互辅助 总结起来 这个外星文明就像是一种太空游牧民族 他们以太空母舰为家 以某个女王为中心建立部落 他们在宇宙中游荡 战斗力彪悍 四处掠夺内地行星内核的容颜 作为自己的能源 好了 《独立日》我们就解读到这里 《独立日》系列电影 我的推荐指数是 四颗星 科幻加篇 值得一看 坚持独立思考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我是问剑 写科幻小说 看科幻电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 点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